音乐 音乐 最担心的是我们的牧师 李修全牧师 他说除非南方的爸爸写一封信 来表示他非常支持这段感情 否则的话 他是坚决不会让我们来步入婚姻的 因为在他的教母生涯里面 有惨痛的教训 因为曾经有一对像我们一样 结果他们准备私下里面 私定终身在教会结婚的时候 女方家人居然排杀手 那时候邵阳他就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忍受说你成为家庭主妇 因为我们两个会很不一样 我一直在成长学习 你如果待在家里的话 我们两个会没有话说 我心里面也非常的惧怕 所以我当时 就是心里面那个挣扎很大 那我就开始祷告 邵阳是一个成功的专业人士 历次选举中都获得选民支持 在政坛上的表现有目共睹 而更令人羡慕的是 他还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虽然上帝给了邵阳 这么多的优秀条件 但是有一件事是平等的 就是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只有24小时 他是如何在忙碌的职业生涯之外 还能够经营一个美满的家庭呢 今天遇见你 今天遇见邵阳和他重要的家庭伙伴 邵阳的夫人许兰芳 真神我要有一个圆满的家庭 一定要有一个很付出的闲内住 所以我们欢迎邵阳 还有他的夫人兰芳 你们一个来自中国 一个来自台湾 到底是怎么遇见的呢 讲起来很好玩 因为当时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 南方在波斯顿大学读硕士 在1991年的万圣节的时候呢 我突然看到校园里面 有一条启示 说在MIT的学生活动中心 有这样的一个舞会 于是我就去了 去的时候呢 静雯先要挑一个号码 这是主办方啊 故意就是让男兵挑一个号码 女兵挑一个号码 然后呢如果在号码是一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把人介绍在一起 这样他会不冷场 所以的话呢 当我拿到这个七号 这是完美号的时候 我当时就在那里很大声的 就是在这个舞场里面说 还有谁是七号 结果 我的这个梦中的这个天使就出现了 他就邀请我去参加 在剑桥那个华人的茶经班 然后于是呢 我在之后的赶节的时候 那因为学校放假 所以我就应邀去了那边 之后他也一直邀请我去那个茶经班 可是呢 因为我在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 老板逼得很紧 所以的话一个星期要八十多个小时 所以我就根本没有时间 里边晚上专门抽空去 直到1992年的暑假 然后再次回到茶经班 然后我们再次又在茶经班见到 那你们两个交往开始要走向婚姻的这条道路的话 双方家人会不会有很大的担心啊 毕竟这个两岸还是有很多的不同吧 好像双方家人的担心倒不是很多 我就跟南方开玩笑说 最担心的是我们的这个牧师 李秀全牧师 因为他听到我们交往要步入婚姻 他就说要来给我们做这个婚前辅导 可是呢 他说除非南方的爸爸写一封信 那表示呢 他非常支持这段感情 否则的话呢 他是坚决不会让我们来步入婚姻的 因为呢 在他的这个教母生涯里面有惨痛的教训 因为曾经有一对像我们一样 也是太太是来自于台湾 先生来自于中国 结果啊 他们准备私下里面 私定终身在教会结婚的时候 女方家人居然派杀手从台湾到美国 要把那个新郎给干掉 所以的话呢 这个牧师就很紧张 除非有这封信 否则的话呢 他死活不让我们结婚 我爸妈其实还好 因为他们很爱我 很认识我 但是他们周围的朋友 同业 其实都是觉得 怎么会这样 当时其实两岸交往的例子 非常的少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已经在教会了 当时邵阳还没有信主 虽然说他已经在查经班 当时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就有一个担心说 哇 这个邵阳这么聪明 所以他们很怕说我会吃亏 所以在这上面呢 就是也是有一些压力 那怎么突破的呢 最重要还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祷告吧 当时也觉得说 我们可以先分开这个一段时间冷静一下 比较可以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感情 然后再决定是否要往前走 那当我们最后经过了冷静期 最后决定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也是找了我们的这个 在查经班的辅导 当时这个查经班的辅导 就用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好玩 他新加坡来的 可是他会用鲁迅的一句话 叫做很没冷对千夫纸 那这扶手甘位如此牛 那意思就是说 哎呀 别人的那种的评论啊 意见啊 你不用太担心 因着邵阳于1992年受洗 教会弟兄姐妹对于两人结婚的担忧 逐渐消失 然而婚后因为孩子快速报道 使得邵阳与许兰芳 面临家庭 工作 学业之间的抉择难题 也引起夫妻与两代之间的冲突 可是邵阳哥是一个很开朗 好像面对问题 他比较不会着重在负面的这个事情上 但是不过事实上是 两个人不同的家庭 你们不止两个家庭 你们还有两岸 对不对 所以真的后来结婚的时候 有没有出现一些 怎么这样子的一些小故事 我想大家生活当中习惯不一样的 当然是有很多很多 当然我们不会像别人一样去吵 说牙膏应该是中间级 还是尾巴级 其实最大的还是就是关于说 太太要不要出去工作这一条 那在我所生活的这个中国的话 基本上男女平等嘛 所以呢婚后 太太肯定都是要出去工作的 我本人也是生活在一个 父母亲的双职工的家庭 那时候我公公婆婆就讲 妇女能顶半边天 这个是在中国大陆 大概就是从毛泽东以后 对于妇女的一个解放 当时这么说 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 我也没有觉得我要待在家里面 不出去工作 一直到突然间发觉怀孕了 那时候其实压力是蛮大的 两个人好像都没把自己调好 竟然有孩子了 就开始有一些成熟长大 但是也面对就是我怀孕了以后呢 就是教会的师母也就讲到 就说女孩子你不要一直往前跑 要帮助丈夫在这个信仰上 能够敬拜顺服 可是那时候我在就是做博士之格考 我很有压力 一方面怀孕 我是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我很需要别人为我祷告 可是每次去查经 好像师母就是告诉我们说 不要那么要强 你要真的以家为重 所以当时我就开始想 我需要祷告 不能够师母说什么 我听什么 后来我就 每次回来跟邵阳讲这件事情 我们两个都会争吵 那时候邵阳他就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忍受说 你成为家庭主妇 因为我们两个会很不一样 我一直在成长学习 你如果待在家里的话 我们两个会没有话说 我心里面也非常地惧怕 所以我当时 就是心里面那个挣扎很大 那我就开始祷告 我就跟神祷告说 主啊 我就是这样来美国 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心血 我希望把这个学位拿到 我觉得对我而言 我觉得我很难去放弃 可是如果这是你对我的呼召 那么我希望我的丈夫 他是我就是家里的头 他必须也是要同意 如果他不同意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我是硬着景象 一直要朝我自己的方向走的话 求你借着一件事情 把它拦下来 我就做过这样子的祷告 那我就不管了 我还是继续学习 邵阳也继续地追求 就是在学业上 我们甚至就是把我公公婆婆找过来 照顾那时候已经是一岁多的老大 就是希望我能够把学业完成 那在那段时间之内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冲击跟挣扎 就是父母看着 其实邵阳因为很优秀 但是在这个家里面 因为一个家 太太也还没出去工作 在念书又生了孩子 他们就觉得 好像跟他们想象的 孩子来到美国又上了哈佛 那一个他们所感觉到的 面对的来美国 他们想要的愿景 好像都没有看到 后来我又怀孕了 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特别妈妈很心疼邵阳 她觉得她要扛很大的责任 而且她觉得说最好的方式是 就是把老二拿掉 然后呢我出去工作 那在这上面我们就变成 挣扎很大 突然间邵阳说 如果你不想念了 就不要念了 我吓一跳 因为我觉得她好像是我一个挡箭派 因为我想要继续的往前走 可是我跟神的祷告是说 要有我丈夫的yes 然后呢 happen出现的是我又怀了老二 基本上我们就是在一个经济上 还有各方面很大的挣扎的里面 我觉得说这个血液对我而言好像我在我的丈夫 在我的公婆面前 我是穿了一件美丽的外衣 可是如果今天我必须要把它脱掉 我觉得我好像面对一个 naked的自己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 所以那段时间就是在神面前 就是有一个破碎吧 这中间大概经过了两年 对 就我们都一起来经历那段 我也很感恩就是在这个外面的压力 家庭的压力之下 始终我们夫妇就可以同心 共同承担我们要做的这个决定 当时我觉得邵阳他非常好 就是作为一个丈夫 他对我公公婆婆说 老二是我们两个共同要生的 所以不是兰方一方面的责任 我觉得这个帮助我挡住很多的压力 那我呢就是担起了 为全家洗衣服的这个责任 那每一次去洗衣服的时候呢 就很难过 看到好像太太的衣服都泼了 旧了 好像还没有办法买新的 那我当时就觉得很内疚 你们最后最终的决定 还是得要两个人去同心合意地 寻求一个共同的方向 还好你们当时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吧 对 不光是共同的信仰 也从这个信仰当中得到很多的力量 我记得当我们的女儿出生过以后 我们还是住在那个租的一个公寓 那我呢就是担起了 为全家洗衣服的这个责任 那每一次去洗衣服的时候呢 就很难过看到好像太太的衣服都泼了 旧了 好像还没有办法跟她买新的 那我当时就觉得很内疚 觉得说我作为一个丈夫 好像没有照顾起整个的家庭 然后跟我的传道来进行分享 我就觉得说 一方面是觉得说也很内疚 另一方面是问神说 神为什么要当初从圣地亚哥 把我们带到这个湾区 然后在这边让我们来经历这些 那结果那个传道她的一句话 让我非常得安慰 说神是这个寡妇的丈夫 是孤儿的父亲 她一定会来照顾她们 更何况你们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就得了安慰 我就觉得说 不管我们当时的这个情况也多艰难 但是一方面生与我们同在 但另一方面也是这都是暂时的 我们一定会走出去 其实像邵阳所做的 也是在这个婚姻里面 我心里面非常纪念 对 就是在那个不容易的里面 其实我心里面也非常的知道 就是对邵阳来讲 她要出国之前 她说她要结婚 她不会找F2出来 她觉得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 这个生活的压力 因为对我的爱 还有一个信仰真的是在支撑这个家 她承担起这整个 就是说生养的责任 我知道就是对我公公婆婆很不容易 对邵阳也非常的不容易 特别她是一个很聪明 而且很优秀 那我待在家里 其实很多东西 其实在她的生命里面 也是非常需要调整 而我这个人 也是非常需要调整 而我真的觉得说 好像神就让我把那个 好像自己感觉 不会羞辞的外衣脱掉 但是我进入家庭 好像神就带领我 练内功一样 对邵阳我现在自己也是个 全职的家庭主妇 我可以感觉到那个 要怎么样维持 自己的身心灵的平衡 因为在那些冲撞当中 大家都是伤都很破碎了 你是怎么样去保持身心灵的平衡 然后让你有这个力量 可以去帮助你的家人稳定下来 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不管邵阳跟我有多大的不一样 我其实是认识她的内心的 而且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 夫妻的感情 人家说话很快 而且一下子就出来了 有时候我就会再去跟孩子来解释 许许多多 爸爸不是这个意思 当他们的冲突变成我们夫妻的冲突 有时候也是很受伤害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就是难过到一点 我就是自己一直在那里哭 而且我感觉到一种孤单 我感觉到就是说 夫妻在面对孩子 或者是我们在沟通里面 那一个好像我感觉那种婚姻里面的孤单 我就坐在那里哭 哭一哭 哭一哭 我突然间就看到我旁边有一首有一个诗歌本 我就去把那个诗歌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它拿过来 一打开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诗歌本那一首诗上面 就写说你孤单吗 我比你更孤单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我就就是仿佛就感觉到主 主啊 我就看到我跟我的先生 我希望被爱 可是很多时候那个爱不能够被成全 心里面的那种孤单 可是我从来我都没有想到 你要爱我 确实这么的不容易 因为我就是在看见自己 满地就是家里生活的一地鸡毛 我很少就是转过来说 主啊 你那么爱我我也爱你 我没有 所以我就是一下子就感觉到 在自己的孤单里面 我也感觉到神要爱我也是很孤单的 而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看到神那一个 那个long suffering的love 不是因为我没有爱他 他就不爱我 他还是持续爱我 而且我这么的微笑 在我的孤单里面 他对我说的话 我就觉得那个爱对我来讲是永流的 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那样子眼泪流一流 我就好了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 可是就是在我们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 却成为好像一个奥秘 好像就是在那个时候 神浇灌下来的 他的话 好像也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可是却成为我一个 好像面对这所有一地鸡毛 我能够再起来 而且重新维生 重新的看到 神超越一切的在爱我 在爱这个家 我觉得很多的妇女会落入一个景况 就是当孩子慢慢也大了 然后自己年华也老去了 像是你是副市长夫人 市议员夫人 你在外面光线亮丽之后 你回到家 发现孩子空潮了 你会不会后悔你当初 自己所做的这个决定 为什么我没有让我自己的生命灿烂一次 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奇妙 对我而言 我反而在五十几岁之后 我突然间感觉到 在我的里面有一股 好像我年轻没有的力量 我曾经觉得我需要学试 我需要工作 我需要好像站在一个位置上 好像是一件美丽的外衣 以至于我站在别人面前可以让人肯定 可是我现在却觉得 其实不管我到什么样的年纪 我在五十几岁的时候 我觉得是我一生最美的时候 孩子长大以后 我觉得他们反而变成妈妈的拉拉队 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是我顺服神 我觉得是我对儿女 对丈夫 好像是所做的牺牲 可是其实我现在来看 我整个这个过程 我觉得还好 神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我曾经读真言 然后我就跟神祷告 真言三十一章 我说主啊 我向祢求 就是我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这要成为我的十个字的真言 那希望祢真的在我的婚姻的里面 求祢教导我 教导我去做少阳的真正的帮助 做儿女的好的父母 就是母亲 但是就是在这段过程里头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 作为一个妈妈 特别是没有出去工作 在他们祷告国中的时候 我就跟神祷告 我说主求祢教导我 教导我 就是我不要以儿女的成功 或失败来作为我自己的价值 否则我没有办法好好地真实地好好地教导他们 所以我觉得神也非常地信实 以至于我觉得我可以在他们整个成长过程里面 我很感恩少阳真的是负责了家里所有的一切 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恩 我真的看见孩子的成长 在他们很小的时候 他们开始说话 他们一步一步地长大 他们进入初中高中 一直到上大学 去送他们去上学 每一个过程 我觉得我很感恩 我都参与了 其实不是我的牺牲 其实是我的丈夫 我的孩子 他们陪伴我一起成长 他都跟我讲 你留在家里 你不要出去 你就在家里为我祷告 所以那时候 常常开会开到半夜三点多 我就在家里面打开来 看见他们每个一程 我就在那里祷告 我们基本上 我们两个就是 他在前面打 我就在家里面为他祷告 我们基本上是这样 就觉得说很感谢 我觉得以前 我才跟他不如婚姻 我有一个目的 我才能打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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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能打开来